如果说这个东家吧 东家你只掌握最后的一点点东西 那掌柜的就成东家了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 因为中国要突破这一关 他已经想从掌柜的变东家了 他要找中国创造 他不甘心这个品牌 你只把核心的品牌和核心技术 都在西方掌握着 他也希望能拿到他这来 所以我就说川普打贸易战荒唐了 你如果贸易战 你是为了三个零 这是OK的 这是技术性的 叫欺商权 这是为了打赢三个零 为了让冲平贸易壁垒 但是你是为了什么 你是为了消灭贸易计差 那你把什么卖给中国去 你要消灭贸易逆差 你还有输出美元 你还要消灭贸易逆差 你卖什么 日用工业品都是中国卖给你 农产品又不值钱 也是全球竞争的一个产品 对不对 澳洲加拿大都有 那你卖什么给中国 高技术产品 你又禁止输入 还是军工产品 还是高技术生产线 卖几个航母过去 那就绝不可能 这两头堵的一个事 对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觉得跟刘鹤也勉为其难了 跟川普谈 但是好在也不是跟川普谈 川普只是说说而已 他可能都是面对他的这些 川粉来讲话的 他也真正跟中国政府谈的 也不是川普 是纳瓦楼 所以他爱咋说咋说吧 所以这个全球化红利 还能不能持续 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就是一个大问题 本来中国再往下走 就应该就是说 把西方变走他的研发基地 收购你的研发基地 完了以后 同时也加强自己的创新 然后华为的任正非曾经提过 包括这个谁也提过 原来重庆市市长 跟普吉来搭班子的 那个家伙也提过 他就说互联网自由 他是主张让互联网企业去中国的 美国互联网去中国 像Facebook这些 Google去重返中国 我觉得他是有底气的 对不对 那些其他的那些专制国家 都可以上网 俄罗斯伊朗越南都可以上网 没事啊 对政权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中共可以让步的 互联网这个企业可以让步的 另外一个他也讲了 就是互联网 这叫互联网自由吧 他说你对中国企业有好处啊 因为你远程的沟通 你的很多中国企业的 这种研发中心都在欧美 因为欧美国家不允许 研发中心搬到中国去 都在欧美 那你有互联网 这个没有这个防火墙的话 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沟通的更好 沟通的更好 所以这个 是这个转型 就是从制造网创造转型 这个时候对欧美国家 也是生死一线了 如果说中国创造也起来了 那你欧美还有什么 你笃定中国不可能吗 也许吧 也许吧 就是说 从中国制造到创造的时候 中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这个就是创新机制和政治体制 是有影响的 但是中国企业给出的方案 就是说 我远程创造可不可以 我买你的创造 你能值多少钱 据说中国这个政府 当时要买伦敦交易所 证券交易所 100亿美金 如果政府 美国英国政府批的话 也就100亿美金 所以全球买买买 所以中国 他拿出来的方案是这样 你既然要维持中国的现有的 这种政治体制 而且创新体制不得不受制于这种政治和社会体制 那他就是远程创新 我买你西欧的这种品牌 买你西欧的研发中心 买你美国的研发中心和品牌 那美国最后还有剩下什么 欧洲还剩下什么 所以这个买买买 也真是让这些 所谓主权国家体的这些人比较害怕 国家主义者 反全球自由化的 他们也觉得很害怕 你也可以说它是民粹的力量 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民主的力量 民主是什么 民主不是自由 我把这解释很清楚了 就说你 你一个他国公民住在美国 你是在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你没有民主权利 民主就是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 你是没有的 这是公民才有的 美国公民焦虑不焦虑 着急不着急 眼看着这个全球化的福利 都让东西海岸拿走了 对不对 甚至他们还有可能 让中国的资金都投到硅谷来 而中国这些 最后这些项目也都是中国的项目 他们作为美国公民 他们焦虑不焦虑 担心不担心 当然这是个问题 但是现在来讲了 你到了这一步 就四个人都能意识到的时候 这也就是杨小凯说的 后发优势了 后发劣势了 后发劣势就是 你在前期增长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制度改进 制度改良 制度变革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德国且过嘛 经济增长那么好 你就没有压力 你没有动力改变它 但是到现在的时候 你改变就难了 实际上你看就是这样 为什么习近平腰杆又硬起来了 他觉得我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俯视我 我们要平视了 平起平坐了 大概是这样 像89年的这个原木 原木就是很想不同 学生竟然跟他平视平坐 说要和党和政府平起平坐 提的对话条件 指名道姓让什么副总理 副委员长以上的人 来跟学生代表谈 他说这很幼稚 这是要跟党和政府平起平坐 中国政府它就是这种心理 它是没有平等这个概念的 他就哇 那你美国政府 过去我仰视你 现在我要平视你 他就没有想到 他这个体制是需要改一改 他政治体制需要改的 不改的话 终究玩不到一块去 叫苟窃 这30年苟窃 64以后30年苟窃 这苟窃走不下去了 那窗户只要捅破的话 可就麻烦了 所以你能看到现在的 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 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恶感 这种仇视的情绪 可是史无前例 在美国来讲 比二战时期 对德国日本的那种 那种好感度还要低 就是恶感度还要高 怎么带来的 当然是你那个制度 一个莫雷实践 对中国政府来讲 批大点事 对美国人来讲 那是震动性的 对美国普通人来讲 你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 可能他都不在意 但是你发生了这件事情 球迷挤了 球迷从来不关心政治的 你可以制裁莫雷 制裁我们的球队 那言论自由太可怕 你这个国家太可怕 所以这种恶感 是这种点点滴滴的 尤其这次疫情的控制 那你所有人都得反省这件事呢 反省中没关系 逼得你反省 过去他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 不愿意证实这个问题 那很舒服啊 让华尔街搞得很舒服啊 资本出去 技术出去 廉价产品进来 应该说所有人都能买到廉价产品 除了一些劳动被替代的 暂时性失业 因为他可以往服务线转 但是服务线转是有困难 技能转换是有困难 尤其是四五十岁的人 但是毕竟是少数人啊 大部分人很爽的 全球化的福利 对美国普通人民是非常爽的 但是没想到全球化 也有个副产品 就是疫情 发源于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 这也是全球化的副产品 那就说你跟这样一个国家打交道 这么不诚恳不诚信的一个国家 打交道的时候 你不能光光想着这个全球化的好处 你还想着它有风险 偏偏这种风险 川普又是最不在意的 起码表现出是这样子 尽管他给格林伍德 就是那个水门事件那个记者打电话 说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但是呢 我要淡化这件事情 我要淡化这件事情 心里想着对选情不利 经济不能停 股市不能跌 这是很幼稚的一个想法 但是美国人是深受其害啊 第一个恨川普 第二个恨习近平 你不要光看川普 支持川普的川普 你得看还得看那些中间派啊 很多人可能都是支持共和党的 但是不支持川普 这从从2002年大选能看出来啊 因为议会的这个选情比民主党好啊 参中两院选情比民主好啊 比民主党共和党好啊 总统选举他是败的 这就说明有相当一批中间派 是参中两院选举是投了共和党的 总统选举是投了民主党的 这不很清楚吗 就是这些人可能第一对川普没好感 第二对习近平没好感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全球化红利 对中国来讲可能也到中间了 一个人口红利 全球化红利到 那么下面的红利应该就是政策红利 但是最难改 这是最难改的 这事就很难办 温家宝也许会改 但是温家宝没这个份儿 也没这个能耐 也没这个份儿 所以东升西降 我觉得仅仅是 他对过去的这种经济增长的 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察和总结 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总结制度优势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这就是错误总结 这确实是错误总结 是因为道路削弱了 道路迷茫了 不自信了 才走上了全球化这个路 迷茫了或不自信了 或者说搁置了 当然新平可能也是自欺欺人 他自信心知肚明 因为你不能否定到共产党 不能否定到共产党过去走的路 尤其他要加强权力 他要学毛泽东 他不能说这一套是错的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 是共产党建立的 他不能说这些不对 是一个秉承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家 将来还是要搞共产主义 他不能说我不搞了 不搞了 那你怎么上台的 你一切都是旧社会 那你还有什么必要啊 那民国不挺好的吗 你们就瞎折腾 死了那么多中国人 你们自己自贡说死了几千万 李慧环说的 拿人头来换 死了几千万的 你很诚实 对不对 但是这几千万是不是毫无意义 所以你这个所谓三年困难 文革都成了艰辛探索了 那中国人人命也太不值钱了 让你们这样当小白鼠用了 所以应该有言不由衷的成分在里头 就是装嘛 装为了他集权嘛 所以这个东升西降 我觉得也是给自己人打气 也可以说是错 也可能是错误关断 但是疫情的期间 他也是受到很多质疑嘛 对不对 松一口气 可能是东升西降 但是我觉得他是对中国长期 过去的一个 40年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误判 原因去误判 他认为是制度优势 实际上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搞的时间短 社会主义搞的不彻底 完了以后呢 这个跟谭皇一样能反弹回来 苏联你就反弹不回去了 因为旧社会的人都死了 这个人力资源没有了 早就死了 早就不在了 再一个前苏联也没个港台 有那么一个地域 受着这个 一个是美国控制 一个英国控制了两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 都是华人 都会说中国话 能够给你有情感 愿意给你输入 输入这个资本技术管理 管理技术 对不对 如果按田军人讲法 如果说没有 这个管理输入的话 中国人都不会怎么管酒店 五星酒店怎么管都不知道 所以不光是生产技术 还有这种企业管理技术 这服务业的标准 这些都是从西方输入 全方位的这个拿来主义 在经济领域是彻底是拿来主义的 这个造成了 当然也不是说是国营企业改造得来的 主要是乡镇企业 不管猪三角长三角 三来一捕的乡镇企业 就农民 就这些农民支撑起来中国经济成长 国营企业是什么 国营企业跟着炒底的 跟着收割的 应该这样讲 控制着金融啊 控制着资源 控制着土地啊 政府 地方政府控制着土地 靠这些收割的 收割这种全球化经济成长 成长的主力 实际上是乡镇企业 城市的那种 非工经济 非工经济 解决一大半就业 还有实质的经济增长 是由这些人提供的 所以你不能说社会主义优势吧 国有企业优势吧 那李鹏搞朱镕基搞这个叫什么 搞活大中心企业 搞得活吗 根本没戏的事 所以这个东升西降 要从成长上来讲 我觉得如果说他还在这种外延化成长下走 确实也比较难了 人口红领没有了 他想提升 提升的时候又遇到了西方 也觉悟到了 就即使是同为资本主义国家 同为民主国家 他也很在意这个技术的这种输出输入的 也很在意的 尽管合作还是比较融洽的 你比如说这个芯片制造商 这个最大的是台积电 芯片机器制造商是在荷兰 但是荷兰这个就是 这个阿斯麦的这个 这个光刻机啊 他就是5000家企业给供货 德国的 美国的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要进入这个体系 还不可能 还没有进入 还是在外面了 所以你如果说中国还想继续升 也可以啊 让人家接纳你啊 如果让人家接纳你 你可能就进入高技术领域 可以跟日本平起平坐 你不要说跟美国平起平坐 你可以享受跟日本 跟荷兰一样的地位啊 高真正的高技术可以输入你这 不要说军工技术是吧 真正的这个民用高技术啊 可以管制可以放松 你还可以增长 但是现在你要坚持党的领导 没戏 所以你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这个你不管是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你这些人可以考考虑考虑 是不是共产党到现在这种绊脚石的这种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东升西降 大概就是可以两块 第一个过去的高度成长 另外一个就是说阶段性抗疫 阶段的前一段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初期啊 东亚是有经验的啊 东亚有应付萨斯的经验 他是这个东亚地区普遍抗疫的第一阶段做都比较好 你看不管整体这个都做的比较好 包括在印度 好的像什么越南 我们不说朝鲜啊 越南韩国 这个中国大陆 台湾 日本 整个东亚地区 因为他是有2003年萨斯的经验啊 说这东西必须戴口罩 必须这个有社交距离 对他们来讲 这也不成为问题 不像美国有相当的部分人还会质疑这个问题 欧洲的那不就是 WHO开会 那意大利的大概是官员吧 就讲这东亚的病 跟我欧洲白人不会 这是个变相的种族主义啊 当然有嫌疑啊 也可能是基他们错误的这个 但是你是卫生官员啊 我也就觉得 你不解释成种族主义上不可能 你是卫生官员 你凭什么说这个新冠疫情就是 是亚洲人才会得的 你欧洲人不会得呢 你白种人就不会得呢 就这种傲慢 竟然出现在这种 最讲政治正确的这种国家 国家这种 卫生部门官员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人比较吃惊的一个事情 这是第一阶段 但是第二阶段 这个西方国家的优势就显示出来 就是高科技这个生物科技的疫苗这个优势 现在我看到BBC的一个数据 大概5月4号一个数据 我不知道那个数据 是不是很片面 他讲的这个 这个接种率 英国已经是70% 79吧 70多 美国也超过70% 这个似乎和拜登说的不一样 拜登是 是希望在独立日之前达到70% 但是总体来讲 现在英美是大国里头接种率最高的 这个也奇了怪了 对不对 最后又是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 他们的这个接种率是最高 第二 要终结这个疫情之战 可能就是靠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无外两个 第一个自然感染 就像英国首相 最初他说的这个 群体免疫就好了 这一下吓大家都回去了 实际上这个 还有信这个的 川普就信这个 还有巴西那个总统就信这个 群体免疫 最后你看巴西总统 美国总统 英国总统全招上 全招上 最后发现不行 还得隔离 你得运凭这个曲线 你不能 人不该死 你就这会死了 很多人说那都是有老人家 那都是有综合病症的 可是不得这个病人 你还能可以再活个 七年八年五年六年呢 你得着病人没了 你不就因这病死的吗 所以这个群体免疫 你人为的放任搞这个群体免疫 那就是害人吗 过国殃民吗 但是另外一个群体免疫什么 就打疫苗嘛 打疫苗就是可能有一些副作用 有些反应 但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现在最接近群体免疫的应该是英国美国 大国里头应该是英国美国 所以你要这样讲 在疫情防控中间 进入第二阶段 那叫牺牲东降 为什么东降呢 你不能光看大陆 大陆大概接种率百分之十几还算好的 台湾日本都是百分之一 这民主国家 两个民主国家 所以你还这样讲 这是个科学问题 社会治理问题 跟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民主国家也有这种 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像川普总统这样的 就是比较满汉的 比较满汉的 昏庸的 愚昧的 专制国家也有英明神武的 也有英明神武的 咱们讲这个意思什么 就你得认清楚这是个什么事 实际上它是个大型的公共 医生事件 这个时候就要启动社会战时机制的 实际上欧洲也动了 最后 说法国是不是罚款吗 一次要几百法郎是吧 实际上就说 你得有这种决心 实际上你看 拜登他有这个决心 有这结婚 结果就是 你说美国人不爱戴口罩 美国人自由散漫 这是对自由的一个污蔑 对不对 如果口罩是真的是有效 你不戴 你不是对别人不负责吗 你这个就不是自由了 你这个就不是自由了 你侵害别人 你就不叫自由了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 可能在农村的感染就小一点 很多 红州人不在意这个 但是你要大规模聚集 肯定出问题 你看这次印度不就是 上亿人过那个节 集中到大城市过节 那不就出这个人道灾难吗 这是文化原因 是吧 但是我觉得政府方面 可能也有松懈 他觉得印度没事啊 一直没事啊 结果出这么大一个事 台湾觉得最好了 台湾才死几十个人 两千多万人死几十个人 你跟美国比起来 简直就是 就是优异到天际去了 就是同是民主国家 民主政体 优异到天际去了 但是接种率1% 这第二阵可能就要输的危险 当然这个问题 我也希望呢 就是能很快能解决 民主国家好处就是说 他很难一条道走到黑 因为有反对派 有言论自由嘛 你很难一条道走到黑 你都得调整 但是走错了 世人就得吃亏 你不要说你是搞民主的 你就不吃亏 所以你就跟打仗一样嘛 对不对 为什么国民党败共产党 你非要说是国民党腐败 你非要说是国民党政体软弱 共产党清免共产党 实际上是苏式武器 日式武器啊 是日本的这个满洲国的部队啊 就东北军会 为什么东北野战军最厉害啊 三大战役赢了两战啊 战争有战争的这种 有战争的因素吗 战争决胜怎么战争决胜 武器装备相似 你才说有正义一方必得胜 对吧 因为士气不一样 那你如果说武器装备 你都很悬殊 你就不要讲这个正义不正义了 那你就跟你那个奥运会一样 那前苏联他在奥运会上投入的多 东德投入的多 他就是得的奖牌多嘛 对不对 这跟民主和专制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还有反向的关系 就民主国家不在乎 输了就输了 奥运会不算什么 但是疫情人命关天啊 你敢像川普这么一不在乎 不也一样的吗 像巴西总统 还有印度的莫迪 还有英国的波瑞斯 把经济看得太重 就在经济和安全之间 把经济看得太重 把人命安全看得淡 最后都是自己得上了才知道 或者这三个总统 除了莫迪之外 这三个总统自己得上了才知道紧张起来了 包括 鲍运斯对中国的态度才有变化 这不很可笑的吗 但就这么可笑 民主政体就会选出这么可笑的人来 但是他似乎坏 他就没有专人政体的 可以选出那么坏的人 反正我觉得也不好 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我做了一遍 大斗 带你来说 啊 我们来说 这变化了 你叫我